最近南海风云变幻 菲律宾接受美国的挑唆不断的挑衅中方 那么中国是不会再手软了 大家好 我是马超 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来关注近期菲律宾在南海的一系列的激进举动 8月19号的时候 菲律宾海警船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允许 就非法的闯入了中国仙兵礁临近的海域 那么甚至是故意的冲撞我们的海警艇 那么之后又非法的冲撞任爱骁附近的海域 其行为性质是极为恶劣的 中国海警依法进行了有效的管控 以专业规范合理合法的方式坚决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 然而中非的海上摩擦却引来了美国的插手 美国国务院就发表声明称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 指责中国船只操作鲁莽 那美国的这种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今年三月份菲律宾在仍爱骄挑衅之后 美国也是跳出来找存在感 美国的挑唆和撑腰 使得南海刚刚稍有缓和的局势又紧张了起来 而且有向更严重的情况倒退的可能 那么从这次摩擦的现场视频来看 菲律宾这个海警船上是由美国记者随传报道的 那么美国提前派记者登船准备舆论攻击材料 那么这种行为进一步的表明了 美国实际上就是整个事件背后的一个主要推手 我们说美国它既非当事方也不是区域内的国家 但是却急不可耐的来发表声援 在中非之间拉偏架并且诋毁中方 那么这个意图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一方面美国是继续渲染其多年来进行编织的中国威胁话术 破坏域内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问题解决机制的一个努力 而另外一方面美国是借机在亚太地区继续扩大它的军事存在 攫取地缘政治的私利 距离中非就管控仁爱交局势 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不到一个月 那么菲律宾为何再次铤而走险呢 7月29号美非2加2会谈之后 美国就宣布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 用于建设美军可以使用的这个军事基地 美国总是在非方理性的声音增加的时候 来干扰中非海上摩擦问题 那么暴露出其制造南海紧张局势的意图 菲律宾在美国的鼓动之下 似乎是找到了所谓的底气 一些菲律宾的政客就认为 有了美国的支持呢 就可以在南海问题上肆意妄为 然而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 那么对于解决菲律宾挑衅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啊 最好的办法就是狠狠的打 首先坚决打击非方侵权行为 加强海警执法力量的建设 提升装备和执法能力 对非法闯入和挑衅 形成一个强大的威慑 让菲律宾认识到侵权后果的严重性 那么其次只有真正动手了 才能让菲律宾认清现实 那就是美国只会在背后拱火 不会为了菲律宾与中国正面的对抗 那么最后只有让菲律宾明白 面对解放军 其军事力量不值一提 才能让其摒弃幻想 认识到与中国对话协商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才符合自身的利益 好了 本期节目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